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我 就是因为想我所以才要这样对零下是吗 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吗 我们喝酒了 我们都喝大了 再说我是因为你啊 我是为了报复疯子呀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觉得你才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都装修好了 你喜欢的浴缸 你走到哪儿 你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男人 也是我最后一个男人 只要你不说 我不要你了 只要这几个字不是你亲口说出来的 我不爱你了 我不要你了 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这是你说的不是 对是我说的 可是这几个字你还是说的 至今未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说这几个字 可是你还是说了不是吗 丫头 你最了解我 从镇上到县上 从小学到高中 我都是最优秀 最努力 最认真 最刻苦的一个对不对 可是就差七分 我没考上清华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考上清华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可是我就是没考上 从毕业那一天起 我所有的梦不碎了 都想了 只剩下这个城市 冷冰冰的在这戳着 你说我们能离开吧 我们不能离开 为什么 因为我读了一辈子的书 我就为了从山里边走出来 现在我走出来了 我走到这个冰冷冷的城市里了 我只能活下去 我死也死到这 我烂也得烂在这 我必须得活 可是活下去多难哪 怎么活 我只能妥协 妥协 那爱情也是你妥协的一部分吗 不要再怨天尤人了 我也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我觉得自力跟着没有那么难 快乐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了 对 我想要的太多了 你什么都不想要 你什么都可以没有 你连梦都可以没有 因为你是女人 你可以活得很轻松 你只要嫁一个男人 你什么都有了 但是男人不行啊 我是男人 男人必须得成功 他要不成功的话 就没钱没房子没车 只会被人看不起 最后被你们这些女人无情的包弃 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特别可笑吗 这就是所谓的男人 你们自己的理解 我告诉你我们女人没有这么想 我现在觉得 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可怜虫 你看看你周围的人 无敌非死 他们和咱们一样 都是从小地方来到这个城市的 他们不是也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拼搏得到生意和爱情了吗 难道他们就不是成功的吗 羁绊你的不是别人 不是什么命运 不是什么出生 就是你自己 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吗 你看看这个 都是他们逼的我 他们逼着我出卖 他们要买我 所以让我把你给卖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啊 就没见你们了我都 你家大花呢 大花 大花在后边忙着呢 我跟你说啊 红杰马上移民加拿大了 我跟大花把这酒吧给盘下来了 不 要当老板呢 可以啊 来 这儿先让他们搞卫生 咱们到后边去聊会儿 那个小张 告诉老板娘我朋友来了 让他过来一下 走吧 走呗 走呗 胖子 我看你现在爱情事业双丰收 真替你高兴 我替你们高兴 以前都说什么美国梦美国梦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 北京更像是个梦 为了在这梦想成真 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打拼 我看见你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紧 真好 即使他可努力了 前些日子加班周永远还要援助 一连三天没怎么好好睡觉 不但你这么夸自己老公啊 你这样的行为 用我们中话来说 也属于叫王婆卖光 明白吗 哈哈哈 怎么样 最近你几个还好吗 一直各忙各的也没怎么联系 挺好的啊 哎 我跟大花准备下个月结婚了 来想一个一个通知你们呢 没想到今儿你就来了 哎对了 给你看看我们两个人的订婚账 挺好 那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 两边跑吗 嗨 她说她喜欢北京 我也怕她到了美国不习惯变收了 就不可爱了 我跟你说啊 她就喜欢我有点胖乎乎的样子 可爱 还好当初没为你减肥 否则你说我这么好的媳妇不就飞了吗 哈哈哈 那我罪过可大了 哎呀怎么样啊 过一天算一天 有可能两边跑吧 你呢和疯子怎么样了 疯子是谁 我决定放弃了 放弃一会儿 好难多的是 是吧 我看见我身边的朋友 这种很有像你们这么好的 我特别欣慰真的 哎 我呀就是过一天乐和一天 没啥要求 知足常乐呗 哎对了 你今天今天来了 要不要唱唱首再走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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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与他拍搭着水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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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 算了吧 等那天我高兴了我再好好唱 你觉得呢 我说去哪个人 接下来 他怎么办 烧机门退了 但还要重新观察 能 医生也不确定 他们说要看恢复情况 但并不落馆 他怎么那么傻呢 他根本不知道 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怎么能这么伤害自己 我想请几天假 好 你去吧 公司最近有个忙 等等 这里你需要的十万块钱 谢谢 我会尽快还给你 不急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需要这些钱吗 我想帮一个朋友 好 知道 我先走了 但我跟他好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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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吗 你说 咱俩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你知道这种孩子受过什么样的苦 所以如果你结婚的话 就一定不离婚 为了孩子你也不能离 你记得吗 记得 可是我当时怎么就不信呢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留不住 现在你信了 可是已经完了 好了 我先不吃了 你放在那儿吧 这个 不是买给我的吧 你拿去吧 送给你本来要送的人 哪有送的东西 还要回去呢 你拿着吧 我那不说 我不要 我那也不说 你能不能给你 你懂了 我那是 我那是 你听话 不是 你啊 我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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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您见到水冰老师了吗 他今天没来上班 他没来 对 谢谢 不客气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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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爱情 爱情 原本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一个人冬季 一个人平静 一个人封存 一个人任性 爱情 爱情 慢慢变成两个人的感情 一个人发疯 两个人心疼 一个人牺牲 两个人相拥 如果爱情 可以看天晴 决定 那要怎么去适应 自己分明 如果爱情 可以随心情决定 那要怎么去适应 那要怎么去适应 我怕银行转账麻烦 就取了三十万现金 我看你是真想要 如果你不是这么想要 我还真舍不得转呢 跟你说呀 这个店 如果你好好经营一下 我保证你能赚大钱 我知道了 咱们签合同吧 你看看这合同上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就签字吧 好 不错 你们 Dobby 不错 舅台 露単 露卨 露卤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辈子最宝贵的馈赠 但是我没有珍惜它 我知道 现在说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了 如果我连未来给你生一个宝宝的机会都没有 我还算什么女人呢 你得找我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祝你跟小五幸福 爱你 却又失去你的杨子熙 大夫 这个床的病人呢 叫杨子熙 我还正想问你呢 一大早人就不见了 她还应该留院观察几天呢 如果你看到她 请她马上回来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如果以后真的不能生育了 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曾随随迷失的航船沉默 陷入最残虚枯的碎梦 沉入乱与冰峰的山谷 最烂漫的新军沉默 这个东西是你们的吧 它就放在了床上 应该是那个女孩留下的 我看着漫漫窗里的方向 我看着漫漫窗里的方向 停着心在暴烈的巨响 陷入神不见地的悲伤 再见 今春 再见美丽的灯头 再见 今春 永远的故乡 再见 今春 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 今春 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 今春 永恒的迷惑 再见 今春 永恒的迷惑 再见 今春 永恒的迷惑 你已经跑哪儿去了 一成天见不到人 电话也不开机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为什么呀 又怎么了 我这个还给你 你听好了 我已经答应秦皇的求婚了 我们很快就会举行婚礼 姐 今春 以后不要来骚扰我 水平 水平 喂 你干嘛 我沈泰一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婚礼会在周围举行 我看你没有进去参加吧 你听你胡说八道 什么呀 你跟我说起来 你到底怎么回事 太阳说得很明白 这个周六 我们叫结婚 结婚你懂吗 我希望你会在影响我 和我太太生活 我原来越开心 还会你已经靠变了 大叔 他还不见了 你不见了 你可不见了 你不见了 你怎么回事 大叔 这么快 你都没有 你 critical 什么 这是什么 谢谢你信任我 我会让你幸福 相信我 我会让你幸福 我把你给回了 他现在把我也给回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林夏 林夏 什么样会别人结婚啊 林夏 对不起 什么样会和谁结婚啊 一个男的 反正不是我 这也算是合同 你爸爸居然认为感情也是可以买卖的 他本来就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买卖的 他先是毁了我妈 现在毁了神兵 他一下子 就毁了我这个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 我永远不会原谅 我做了 你 我可以这么想这个问题 你爸爸这么做 虽然方法是错的 但是初衷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沈冰现在就要和别人结婚了 你和他算是为我好 这个结果一定是他没料到的 风子 你恨了你爸爸二十多年了 你应该学会放下了 大药瓶子说的对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是学会原谅和宽容 所以 我原谅了沈冰对我的隐瞒 我原谅了你对我的欺骗 我现在正试着原谅小猛对我的伤害 我一直觉得面对你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今天看来好像也没那么难 真的 试着跟你爸爸好好聊一聊 你试着去原谅他 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 我相信阿姨如果还活着的话 他一定也不愿意看见你跟你爸爸再次反目的 对吗 阿姨 你爸爸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亲人 你好像长大了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谁愿意长大呀 这种滋味可不好受了 那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成长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血肉模糊 支撱破碎 被撕扯着不得不成长的成长 形容得真准确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我知道 我知道让你放弃神兵不容易 就像让我放弃你一样难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命运一定要让我们放弃的话 我们还有必要死死地抱着不放吗 不是 你哪儿觉得突然冒着不成长 他要瓶子告诉我的 就是上次去找我的那个老男人 如果不是他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一次又一次地 从你对我的伤害里死里遭生 你看 王总看着我 实话告诉你 你没来之前我一个人坐在这 觉得简直就要死过去了 你来了以后和我说了几句话 我觉得又活回来 老天爷派我来拯救你的 真是个好过 谢谢 谢谢 陛下 如果有下位子 我一定娶你最后老了 我一定娶你最后老了 那这辈子呢 这辈子我心里边 只能审凭一个人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咱们有缘 就下辈子肩膀 都干干净净地为对方留着 直到碰到彼此为止 行吗 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 好奇怪啊 对 我就当着我妈的墨 我发誓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 我一定要娶身边这个姑娘为老 而且一生一世的对她好 就像这辈子你对沈宁老一样吗 谢谢你 方总 我谢谢你给我的希望 都是难不得让人绝望 adjacent 您的关系 切忽 料 简直 里面 像 继续 放完 继续 继续 回来了 阿姨煮了宵夜 你要不要吃点 你要说什么 说吧 没什么 没什么 老吴 哥们今儿心情测也好 你必须得陪我出来 嗨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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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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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不去看看 啰嗦 你是个男人话语 我们现在有多少出码 大的汇通 四百万股左右 目前股价 二十六块四上下 好 全国分十个账户操作 平均每天跑五十万股 百分之五左右价格递减 连跑三天 再传一些风处的 就说大多内国人士将有巨大调整 各主力基金纷纷减持 我要看看市场的反应 我们就来个先义后扬 退为进 二十五棒 爱情 爱情 原本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一个人动静 一个人平静 一个人付出 一个人任性 如果爱情 可以看天情 决定 那要怎么去适应 自己分明 如果爱情 可以随心情决定 你去哪儿啊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件事 到底该不该和你说 怎么和你说 因为我知道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 受不了太强烈的刺激 那天在我妈幕前 林夏对我说 一个人成熟的标记 就是要学会宽恕和原谅 所以现在 我并不想记恨你 我要谢谢你 用这个 从小猛手里边 帮我把审兵给买了回来 可正是因为这笔买卖 现在让我彻底的失去了生命 今天她就要结婚了 而我现在 只想离开北京 那你要去哪儿啊 不知道 去多久呢 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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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